大家好 新鲜的龙眼虽然好吃 但是不容易保存 今天我来分享自制桂圆肉 那么龙眼和桂圆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又叫龙眼又叫桂圆呢 别着急 我把我知道的讲给你听 龙眼是新鲜的水果 可以直接吃 但是它不容易储存 所以总是晒干以后再运往北方 因为广西产的比较多 它又是圆圆的 广西简称桂 所以北方人就叫桂圆 还有一种说法 据说在封建时代 由于龙眼是饭季 所以不能叫龙眼 为了避讳就把龙眼改叫桂圆 水开后放一勺盐 然后把桂圆烫一下 烫二三十秒钟就行 主要是去除残留农药和杀菌的作用 稍微凉一点就把果肉剥出来 如果带壳烘干的就叫桂圆干 去掉壳的烘干以后就叫做桂圆肉 龙眼和又黑又圆 外观很像传说中龙的眼睛 所以叫龙眼 把龙眼平弹在烤架上 可以放在家里的暖风口 或者是暖气片的上方 放到烘干机里就更方便了 底下是葡萄干 你等着上面还有放个东西 我用140度 时间是十个小时 然后开始 因为它很热嘛 这个放到上面 它在上面很热 然后把这个陈皮放上边 正好也可以烘干 烘干机里面是龙眼和葡萄干 上面是陈皮 一点都没浪费 十个小时就烘干了 这两盘是桂圆干 自己烘干的桂圆肉是金黄色 原果风味比较浓 可以泡茶 泡汤 也可以做甜点 现在的人们把新鲜的叫龙眼 烘干后的就叫桂圆 桂圆肉虽然好吃 也不要多吃 吃多了容易上火 适当的吃 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自己做的吃的就是放心 若是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给我点个赞 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请您点击上方的凡人趣日订阅我的频道 就不会错过下一个视频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